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小當家 因為最近台中的一些案件比較多 但是星哥需要從那個 桃園過來 所以時間上面 配合上面比較沒辦法 完全每一步都會到場 那很榮幸 小當家可以 幫星哥去分擔一點 拍片的重擔 那今天小當家來到了這個地方 就是烏日區 剛好翔家目前是在 天橋 這個算是高架橋下面 讓大家看一下 位置是高架橋下面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一間 案件是 大樓的一個 一樓的樓墊 位置就在前面 我們直接就直接 附近過去那邊看一下 跟鬼咱的樓壓 所以要看它 比人的樓的樓 無論是 小龍家 走來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小龍家比較熟悉 因為小龍家就買在屋子這邊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天桥 这个是高铁的天桥 对面那边就是这个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高铁的特区 高铁区的地方 这个有一个新乌日站 跟捷运站 今天要找的案件就在这个旁边而已 那我们直接就过去看 Let's go 那我们今天的楼店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一间 这一间的楼店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那这个已经有简单的一个装潢过了 原因是因为他之前有做过其他在做装潢公司的一个店面 那我们直接进去里面看一下 一进来之后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个空间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类似说放鞋柜的地方或者是布置的地方 那进来就会有一个里外 那他做了一个门 这个地方以前是在也是开店面的 所以你会看得到他现在已经有做了一个 原本就有一个做简单的一个装潢 所以这个进来就马上就可以去使用了 包括冷气也有了 这个空间 还蛮大的 我觉得啊 楼店一楼 其实你要把它做住家也可以 那要把它做成一样是店面也可以 通常啊 一进来这里可能就会摆着你们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呢 可能自己要做的展示的一个商品 商品价之类的 那宽度的话 宽度的话 想要用仪器测量一下 大概是4.128米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做客厅的话 也可以放蛮大的一个电视 但是如果你是要做店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宽度也够了 那如果是店面的部分 这个地方就可以做一个 吧台 在做收银台的地方 里面是什么呢 我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 后面一个空间 厕所 厕所是两件式的一个 有一个厕所 马桶 再加一个洗手台 所以一楼 它是没办法去做淋浴的 比较开放式的空间 其实它这个空间还蛮多的 可以去做运用 那因为这些地方刚侧走 所以有很多的位置 它可以做不同的设置 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大面子 大 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镜子 里面就是一个置物柜 那当然 它设计起来 这样看起来不像是住家的感觉 那再来进来就有一个空间 它的一个 这个灯都用成像工业风的感觉 那这里有做一点小外推 一个阳台的部分 这里这样遮起来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可以煮饭 比较简易式的部分 这个其实不喜欢都可以自己再去做整修 因为它是用来做生意的部分 会比较简单 那这里的地方有一个 可以走出去的门 哦 哦 其实啊 一斗的空间 我觉得就蛮大的 可以做客厅加餐厅 看格局上面 你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那后面这个地方又有一个 小空间 哦 像这里有个置物柜 我相信这个可能就是 员工在放东西的地方 柜子 衣服啊 或者是整理的地方 其实空间很大 但是就是 以前是做 做店面的部分 它很多地方是没有做装潢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二楼看看 哦 二楼一上来就有看到两间房间 那我们中间就有一个厕所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厕所的状况 它厕所属于三件室的 这个地方就有淋浴 所以它有两间厕所 一间是在一楼 一间是在二楼 然后这个是TOTO的 TOTO的品牌 然后一个马桶 也是TOTO的 支付柜 哎呦 这间还算大 而且有一个对外窗 做一个简单的装潢 厕所看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间房间 哦 这个门就 比较有年纪一点 放着 村 其实应该把它反过来叫村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哦 这个房间超级大 哦 这个其实比小杉家 现在的主卧室还大 因为 毕竟它是属于透天形的 而且四四方方 这台是什么 缝纫机 啊 对啦 我听说屋主是在做西装的 但当时 一楼其实是出租给其他的人去使用 也是做四条之类的东西 这个地方 双面采光有没有 这有两个大窗户 哦 啊 外面的景观是 哦 就是 就是高铁 高铁正下房 哦 我们继续往 这边来看一下 他的第二间房间 哦 这个地方也蛮大的 是属于比较长方形的格局 哇 他两间房间都很大间 哦 而且有个对外的阳台 我们来看一下 这阳台算大 而且是外推出来的 哦 啊前面那一条就是中山路了 啊 那边就是高铁站 来 听说车子大部分都可以停在那个位置啊 所以 不怕没有停车位 哦 我们 哦 这个位置 呃 绕了一圈之后啊 小庄家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 他其实 客厅餐厅 哦 虽然是一楼的店面 但是 他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住家的话 这里是蛮大间的 而且 他的二楼 呃 房间也超级大哦 因为相对 呃我现在 因为小庄家现在是住高铁特区的小两房嘛 哦 所以我就会感觉的蛮明显的一部分就是 他的房间跟 呃小庄家现在住的房间差蛮多的 哦 空间感大很多啊 哦 要一间变成两间的感觉 哦 这个就是住这种透天的一个好处 不过这里有一个缺点就是 刚好快速道路跟那个 呃 高铁站在旁边 所以可能 呃 生活在住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吵啦 不过如果你把它做成店面的话 我倒觉得这个点还不错 哦 那小庄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间楼店的一个资讯 哦 那他的一个建物总评数登记大概是39.09平啊 哦 大概接近40平 哦 土地的部分是7.52平 哦 他有一个管理费是每个月要500块 呃 那现在目前屋主的开价是1080 哦 那所以啊 呃 如果大家对这一间 呃 这个价格或者是这一间有兴趣的话 欢迎找小庄家 小庄家可以帮你 呃 议价或谈价格 如果有喜欢的话 呃 如果你要脱售啊 因为现在屋日区其实还蛮红的 那小庄家 刚好也住屋日 可以帮你服务 哦 如果你要脱售的话 也欢迎联络小庄家哦 那我们今天的赏屋就到这里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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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